各位评审委员大家好 本组的作品名称是 爆出茶香好滋味 依创意动积极目的 因家里从事农业事业 偶然在路上看到有 商家使用台湾里制造的爆米箱 所以本组研发家乡特产与爆米箱做结合 二 作品特色与创意特质 推广家乡产品茶叶和产品隐藏物料 满球多元变化创意延伸 外景淘喜来到创意伴手里 产品自散自销介绍和足迹 三 创意发想与设计过程 文族使用三种方法 文献探讨法 实验法 问卷调查法 研发设计流程 拟地主题 收集资料 实作研发 实验修正 问卷调查 资料分析 设设计相关原理 本产品不用米箱与茶叶做结合 米箱不用台农七十一号的一泉米箱 茶叶不用台茶十八号的红茶 以及入骨洞丁烏龙茶 还有入骨大人粉的绿茶 制作历程说明 首先要绑出适合自己可需要的器具 然后与老师考问并试验修改配方 制作流程透过不断的实验 研究出完整的研究问题 问卷多名 透过问卷调查 大宗普遍喜爱的桃位 作品功用与操作方式 作品功用 第一点 在地创生推广在地茶叶产品 将香香制产的茶叶裹成本 搬入鱼箱中 以自然染色的方式呈现 不但推广茶叶 也更进一步促销 茶叶爆米花的产品 第二点 从产地到餐桌 制作创意伴手铃 从产地到餐桌 一条龙补物 让消费者吃到有别于餐龙口味的米香 并向外推广在地伴手铃 第三点 不添加香精 食材最原味 食材选用南投在地茶叶 以及台湾米 呈现食材最原味 第四点 茶精一具的热炒 拍摄地点成风光客首选 搭上茶精电视剧的热炒 拍摄景点带来观光客的潮流 可顺带推广茶香爆米香产品 以力带动产品销售量 七 结论 第一点 产品实作 茶香爆米香 研究发现 无论是外观 味道 口感 整体接受到大家喜爱的口味 是乌龙茶爆米香 另外发现 商品不受族群影响 老少嫌疑 第三点 给后续研究者之建议 茶叶品种众多 可尝试更多不同茶叶制作爆米香 让产品口味更加多元 或以茶入料的方式 以研发更多茶香制品 第四点 给业者之建议 使用产销率与利茶 以获得消费者信任 达到商品推广价值 第二点 引进专业设备 提升产量 可设置观光工厂 以提供观光客参观 并结合DIY手作体验 第三点 行销通路可增加网路电商 例如MOMO购物网 PG HOME 24小时购物 两户奇摩购物中心等 第四点 建议可与其他人通费房 鼓励基金会合作 参与工艺活动提升产品知名度 第五点 建议可与绿色行销方式 鼓励消费者自行携带东西购买 以减少包装并挡折 以上是本组的报告 敬请指教